你各位应该都注意到了 8月开始ConfiUI的界面陆续有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这些新增的设置和变动的前端界面 有哪些更方便的地方 或是你不习惯的话 可以怎么改回旧版 ConfiUI的开发团队呢 在和用户社群以及团队内部讨论过后 决定了发展的优先事项 目前他们将专注于提升开发速度 解锁新工具 例如优化前端代码和释出执行反转工具 其中火力在让整体的用户体验能更顺畅 他们也设计了版本控制系统 尽量确保未来的更新 不会影响到原有的扩展功能 避免发生像之前CH大的那些扩展 在某一次更新之后就入土为安的情况 那说到版本更新 团队表示了每周都会推出新的稳定版本 也可以说是正式更新版本 建议大家保持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好习惯 除了稳定版 他们每天也会释出夜间版本 可以说是开发中的测试版本 如果你想要使用最新的夜间版 可以到ConfiUI Fontaine的第一页面 查看每天更新改动的内容 然后在你的启动脚本里使用这段指令 如果你用的是打包版的ConfiUI 那么你需要修改的是你启动档内的指令 我会把这两串指令放在影片说明栏 在每次稳定版本发布之前 团队会进行两天的功能冻结 这段期间不会加入任何新的主要功能 以确保发布的稳定性 这样的节奏不但可以让开发变得更快 也可以降低在更新后出现意外状况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就挑选几个比较大的改动 来实际感受一下 现在最新版本的ConfiUI 是不是真的比以前更好用了 啊不过那种只改了一点点的地方 我们就不细说了哈 如果你想知道最完整的全部改动细节 可以直接到ConfiUI和ConfiUI Fontaine的 在这两个Github页面上去查看发布日志 点开后面的这个编号就可以看到该项目的具体细节 如果它有细节说明的话 这些网址的连结我都会放在Volks好读文字版里面 老样子 B站观看的朋友请看置顶评论 那在开始之前先说明一下 我自己目前启动ConfiUI都是用夜间版的指令了 所以等一下讲到的功能内容 有可能会包含还没有正式更新到稳定版上面的功能 呃我并没有额外花时间去确认哪些是还在测试中的 而且说真的 夜间版使用上其实跟稳定版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自己是蛮推荐各位 也像我一样开始固定使用夜间版的启动指令 首先是主要功能 大家第一个会注意到的一定就是搜寻框 因为它的变动真的非常大 你不可能会没有发现 那现在新版的界面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方块长什么样子 让你更直观的确认它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功能 另外在搜寻列表这边也都会标示出这个方块的分类 这就是你在EndNote里面该怎么点才能找到它的一个算地址吧 这个改动对我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画面的面积占比 有点太大了 其实蛮挡路的 所以我现在一般是 除非有需要看预览图的时候才会特别把这个打开 平常还是使用旧版的搜寻框 那要怎么改回来呢 我们后面再一起讲 再来是菜单 新菜单可以设置在整个视窗的最上面或最下面 还有一个侧边栏 以及一个浮动的生成按钮 它变成了以小图标为主的界面 不像以前那么挡视线了 除了原本的功能按钮之外 也多了很多新的方便的小功能 像是记录你最近使用过的工作流程 并且工作区域现在可以多开分页了 还可以浏览你的历史生成内容 上面会显示每次生成花费的时间 这点我觉得很棒 还有节点库和模型库 你可以从这里直接把节点方块拖进你的工作区域中 也可以自己新增资料夹来整理你常用的东西 那开启设置的位置呢 被改到了特边栏的最下面 设置里面的界面也有非常大的改动 可以设置的细节多了非常多 针对一些特殊的扩展 也有独立的控制项会出现在这里了 后面我们再来一起看看 这里有哪一些值得你注意的设置项目 接下来还有一些增强使用者体验的改良部分 之前直接把连线丢进方块 可能不会很准确的连到正确的点位 现在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绝大部分的连线都可以自动连接好了 那在按住Shift的情况下 现在可以同时拖动多条连线 在小点上按右键 还可以同时断开一个小点上的所有连接 或是重新命名这个点的名称 新增了熟悉的Ctrl G来让你快速建立群组 因为很多软体的群组快捷键都是Ctrl G 这算是一个很直觉的改动 也让使用体验变得更流畅了 最后还有两个 也是属于非常直觉的体验提升 就是你的节点方块和群组方块 都可以透过直接双击标题来重新命名了 以上就是最近ConvUI多出来的人性化界面改动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友善扩展开发者的界面 API调用 一些更新更好的开发支援 如果你本身是有在编写扩展的朋友 可以去他们的Github更新日志 了解到底支援了些什么 总结一下 夜间版是每天会发布新版本 但调整什么倒不一定 有时候只是修复了一些小bug 或是提升稳定性 你也感觉不出太大的差别 四舍五入就跟游戏的定期伺服器维修有点像 那稳定版则是每一到两周会有新的版本 这个就是通常你会比较有感的 最后一part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东西 在设置Settings里面 可以怎么做调整 如果你目前打开已经是新版的界面 从左侧侧边栏最下面的齿轮图标来打开设置 如果你打开不是新界面 请先检查你的执行指令是不是对的 然后检查一下你今天更新过了吗 跟前面一样 我只会挑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出来讲 如果你有看不懂 而我也没有讲到的设置项目 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是Vocus沙龙里面提出来 我们再来讨论 图形界面 我们的老朋友Link Random Mode 现在就放在这里 很好找 平常最多人问的 就是这个连线的外观要怎么改 就是这个选项 挑你自己看得顺眼的 喜欢的就可以了 下一个是你在按住Shift的情况下 拖曳或缩放节点方块 它会自动对齐网格 那这个Nap to Grid Size 是设定推移或缩放 每次跳动的单位格数 前面有讲到 前面有讲到 Double Click Group Title to Edit 是可以关闭的 如果你很容易误点群组标题 然后觉得很干扰 可以选择把它关掉 至于双击节点方块改名字那个 也可以关 在下面 等一下会看到 连线选单 这里是设定你拖动节点连线的时候 当你松开左键 它会接续什么动作 分成有按住Shift和没有按住Shift的两种情况 预设是按住Shift并松开左键后会弹出搜寻框 没有的话则是小选单 区域设定 嘿 理论上 这个是官方给你的语言选单 确实是可以选中文或英文 但是它会改动到的部分 目前超级少哦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 你基本上99%的东西还是英文哦 如果你想要把节点跟界面做完整中文化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基本上都是透过安装扩展 那想要使用繁体中文的话 AI Godlike Comfy UI Translation还不错 我会把它的GitHub连结放在好读文字版 有需要的朋友请跟着里面的指示来安装 就可以调整你的界面语言了 不过我没有测试过它对新版UI的相容性好不好 如果有套用了之后 觉得效果很棒的朋友可以回来分享一下 还是那句老话 界面英文其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难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花点时间去习惯英文的操作环境 菜单 接下来这是一个重头戏 Use new menu and workflow management 这个下拉选单 决定的是你要使用旧版的菜单 还是新版的菜单 没错 想切回去旧版就要从这里 其实新版的实用性和美观性都是比较高的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有在使用Chris Duo监测系统资源的人 目前新版的菜单是没办法显示的 现在Chris Tools也可以在新版菜单上显示了 记得要更新扩展才会出现哦 节点方块 Double click node title to edit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可以关闭双击修改节点方块名称的功能 Node opacity是节点方块底色的透明度 这单纯是看你个人喜好 也可以设到0.01 底下的连线就能全部都看到哦 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原本不透明的啦 Show experimental nodes and deprecated nodes insert 是你在搜寻框里面要不要显示 实验性测试中的节点方块 和已经被弃用的节点方块 实验性方块的意思是 有可能会在每次的夜间版更新里面 被大幅度调整 或是直接删除相对比较不稳定的节点方块 因为前面有说过 现在ConvyY团队的节奏就是每天每周 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大小更新嘛 那实验性方块被影响到的程度 可能就会比较大 如果你使用它们来安排你的工作流程 就...呃... 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受灾户 那使用前就自己做一下风险评估哈 节点搜寻框 这也是一个设置的重头戏 基本上你现在看到的设置细节 都只能应用在新版的搜寻框上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调整想显示的东西 也是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调回旧版 Number of Note Suggestions 决定的是你松开左键的那个小选单里面 它会给你推荐多少的节点方块 Show Frequency, ID Name, Category in Search Results 这几个是调整新版搜寻框 在每个节点名称上要显示多少东西 Frequency是频率 也就是使用频率 可以作为这个节点热不热门 好不好用的参考依据 新手是比较适合开着的 目前新版的搜寻框会依照使用频率来排序搜寻结果 无论你开不开这个频率显示 ID Name 则是会显示这个节点方块的固定名称 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节点的Properties Panel 这个ID Name 指的就是显示在这里的名称 这是使用者不能改动的 你可以自定义的是这两个部分的名称 Category 就是那个AddNode里面的地址 这个前面讲过了哈 然后Node Preview 则是旁边会弹出来的这个预览 如果你非常熟悉你的节点 就可以选择不显示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新版搜寻框 就从Node Search Box Implementation 这个选单来改回旧版 节点部件 Widget Control Mode 决定你的一些随机递增递减指令 是要在生前执行 不是 是要在生成前执行 还是生成后执行 这个会影响到的最常见的应该就是Seed 然后下面一位 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小改动 看我频道比较久的朋友 应该都听我说过我眼睛不太好 就是那种字很小的我就会看得很痛苦 而Confi UI现在终于可以调整输入框的文字大小了 非常好 这个Text Area Widget Font Size 就是用来调整输入框文字大小的 节点徽章 这个是每个节点方块右上角的那个小标签 Node ID Badge Mode的ID指的是你在当前工作流程中 按照节点方块新增顺序来排列的编号 这个编号是这样 你放第一个就是一号 第二个是二号 但是如果你把二号删除了 再叫第三个 它会是三号 不会因为二号删除就往前递捕 所以它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步骤记录 Node Source Badge Mode 则是显示在编号旁边的来源 用来说明这个节点方块是来自于哪一个扩展 侧边栏 侧边栏其实也可以调整位置 透过Size按Location这两个选单指令 你就可以决定它是要放左边还是右边 要宽一点还是窄一点 好的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对ConfiUI新界面的看法 对内容有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B站观看的朋友可以一键三连加个关注 支持就是更新动力 我是你风哥 感谢各位 拜